好 西布特罗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先有猪农提出了质疑 会不会是进口猪息产地 不过台糖的副总也出面驳斥 强调从饲养到销售是一条龙 经营没有进口猪肉 另外根据换算 一毫克的西布特罗 大约要价是540元 但是如果使用在一头猪之上 大约需要200克 换算下来这个总费用是超过1亿元 完全不服投资成本 年前台糖超市空荡荡出现退货人潮 因为食药署复验证实台糖猪肉 确实含有西布特罗 事件持续发酵由猪农提出质疑 难道是进口猪息产地 冒充台糖猪肉吗 到底这个货是不是 真的是台糖的货 或者是有 从旁边有经过贸易商 或者中间商的通路 台糖公司也从来没有进口 所谓的猪肉 也没有粉用其他的猪农的猪肉 台糖副总亲上火线澄清 强调从饲养到销售 都是一条龙经营 从来没有进口猪肉 另外西布特罗价格昂贵 一毫克就要540元 一头猪需要使用200公克的西布特罗 换算下来大约要一亿零八百万元 但是一头猪平均九亿价格 大约落在一万元出头 若真的要使用西布特罗 根本不敷成本 况且西布特罗去年的进口量 只有420毫克 有人就停止本来安排他要出租 有人就跟他讲说 不不不 我没要出来 还要看他去拜托 这个不出还拜托把他出来 瘦肉精宜云成了罗生门 让年前猪肉市场受到冲击 有专家建议可以透过检验猪肉DNA 就能查明真相 在结果出炉前台糖和猪农 这个年都不好过 记者文费将转 赖文亮科技高刘建宜 SNG小组台中云林报导